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2018中国新歌声加拿大海选总决赛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李子良 我是主持人Fiona 我是主持人Vincent 我是主持人Vivian 2018中国新歌声加拿大海选总决赛即将开始 为了尊重选手以及嘉宾的表演 烦请大家把手机调到静音谢谢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2018 Sing China Canada Edition Finals will be starting shortly Please have your cell phones on silent 此次比赛的主办方温哥华巨星舞台艺术学院成立于2009年 是具启蒙与艺术教育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培训机构 今年也是温哥华巨星舞台成立十周年的日子 This competition is exclusively organized by Stage 1 Academy which was founded in 2009 Stage 1 Academy is a professional training platform for cultivating children's uniqueness and talent Today is also Stage 1 Academy's 10-year anniversary 对啊十周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所以也借着今天这个机会 让我们代表巨星舞台所有的学生 家长以及所有员工 祝贺学院十周年生日快乐 同时也要感谢十年间所有帮助过巨星舞台的人们 是大家的信任和努力才使学院发展的越来越好 We sincerely extend our gratitudes to all the supporters of Stage 1 Academy in the past 10 years 巨星舞台在成立至今的十年间 致力于艺术人才的培养与挖掘 提供了先进的设备 优良的师资 复合性的教材 拥有近万尺的室内空间 巨星舞台艺术学院 重在培养三到十八岁热爱艺术表演的青少年 学院从小就对学生们进行多元化培训 提供舞蹈 声乐 播音 主持 表演 等一系列全方位打造课程 This academy is a happy playground for children from the age of 3 to 18 Here they will maximize their talent potentials through a great variety of programs including dancing, singing, acting, and more 学院在十年间为温哥华 甚至整个加拿大的艺术舞台 培养和输送了许许多多的人才 帮忙学院真正走向自信 从自己的小舞台 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In the past 10 years Stage Run Academy has helped nurture many talented children helping them to find their unique roles in the play of life and as well as getting them ready for the world stage 去新舞台艺术学院连续多年成办 协办了许多国际知名大赛 比如国际广告模特大赛 温哥华时装周少年时装秀 和此次的中国新歌声加拿大赛区总决赛 对啊 没错 这些赛事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 因为学生就业后毕业与再深造提供了良好的捷径 Year after year Stage Run Academy has organized numerous world famous competi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model competition Vancouver Kids Fashion Week and tonight's competition these opportunities are precious for young talents to build their career paths 接下来请看大屏幕 让我们一起回顾巨星舞台十年间的发展历程 Up next Please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wards the big screen for Stage 1 Academy's 10-year anniversary video 大家好 我是贾大伟 我是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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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加拿大 s 3 � broom 是 in or it 4 4 4 1 2 2 2 十年是一种历练 十年是一种蜕变 巨星舞台经过了十年的成长 已经成为了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 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传播交流平台 和艺术人才发掘基地 十年间巨星舞台不仅为一个个热爱艺术表演的青少年 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展示自己 帮助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艺术梦想 更为他们提供了优良的师资 复合式教材和完善的设备 祝愿巨星舞台在今后的日子 能继续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而努力 让更多怀揣着巨星梦想的人 在舞台上实现梦想 熠熠生辉 如果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我是在完成我自己一个梦想 一个愿望 那作为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呢 是要走向一个多元化 那我这个主要的创办理念呢 作为我自己来说 我想娱乐和于教育 以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 让小孩子在学习的 兴趣的过程当中 他能又能接受很多 一种全方位的知识 他的理念还有他的想法 他为了喜爱这些小朋友 他希望搞一个艺术学院 让这些小朋友能够 把他的潜能发挥 然后艺术可以带给人的智慧 也可以带给人的那个气质 所以他就一直抱着这么一个愿望 跟一个梦想 一定要成真 今天我走到这个stage one 这个现场我真的好兴奋 你看从这么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东西 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 他的梦都已经成真了 哇 真的是不得不感叹 经过了十年的沉酿 如今的巨星舞台艺术学院 已经是酿造成了一尊甘甜的梅酒 祝愿我们的巨星舞台在今后的日子 能继续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让更多的巨星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最后让我们用再次热烈的掌声 祝愿巨星舞台书学院 十周年 生日快乐 please give 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and wish stage one academy a happy 10th birthday 看完了短片 下面 就让我们有请 温哥华巨星舞台艺术学院 创始人 徐旭红 凯丽女士 上台至此 up next please welcome Miss Katie Xu to give a speech 有请 非常感谢 我刚才看了自己的一些短片 我就挺有感慨的 十年了 但是我这个剧情舞台呢 我觉得它的英文名 当时我取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智慧 叫stage one stage one就是第一步 对吧 这舞台的第一步 那么我们既然如果迈出 就是这一步了 就要做到最好 所以这句话呢 一直在编册着我 走过这十年的风空雨雨 我相信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刚才这个 这个讲话的那位姐姐啊 这是我十多年的好朋友 她整个见证了我这个创业到现在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种心酸或者是快乐 这可能是在座不能体会的 但是我特别开心的就是 每次活动结束的时候 看到孩子的点点滴滴成长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开心 这个我觉得是拿钱买不到的 所以剧情舞台也是在各位在座的嘉宾 真的是我一眼望下去 真的是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默默支持我的好朋友们 我深深向你们鞠个躬 感谢你们一路的支持 才有今天剧情舞台的这个发展 也希望未来你们大家更加的多多支持 让未来的这些小明星们能够茁壮成长 谢谢也预祝今晚的这个活动圆满成功 感谢 Katie女士的精彩之词 下面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温哥华领事馆文化组 请中华香港人在�v上 谢谢金主 stands Scenny 我问所以我们就得他们 谢谢粘的咚扮 台灣人 outs 谢谢套路 欢迎仆 mystery IM可以 是的 我们 қ Fast 巨星舞台成立十年来 培养了许多热爱舞蹈 艺术歌唱的青少年 为他们搭建平台 放飞梦想 实现理想 所以在此呢 我为巨星舞台这十年来 所做出的成绩 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今天呢也非常高兴 能够出席由巨星舞台主持的 主办的第三届 加拿大赛区的 中国新歌声的决赛晚会 这个晚会呢 就是巨星舞台已经主办了 今年是第三年了 前两年呢 取得了不熟的成绩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也预祝这次的晚会呢 和比赛取得圆满的成功 也希望呢 您选出代表我们加拿大水平的 优秀的选手 去中国去参加比赛 并取得良好的成绩 谢谢大家 感谢胡销领事的精彩发言 刚刚我们的胡销领事也谈到了 成功总是离不开支持 本次活动也得到 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感谢首席个人赞助 张琳 Sally Sovic 感谢个人赞助 王点齐 薛小梅 魏仁明 吴斌 李慧 唐汉 王小宝 徐红 钱华 刘昭芳 江浩 童 童旭 傅小琴 陈阿中 周元 郑永和 张茂伟 王英伟 游昭峰 翁齐芳 林发辉 郭亚新 陈永涛 焦博中 陈志明 张宏 李子良 徐林 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Thank you for all your support 谢谢 巨星舞台不仅为未来的巨星